国际社会同伊朗开展正常经贸能源合作 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 同时中国也将致力于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 正当权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虽然伊朗目前受到美国极限施压 但在严厉制裁下 伊朗的电子商务却在快速发展 并没有受到制裁的影响 而这正吸引了很多伊朗国内投资人的眼光 咖啡巴扎是伊朗第一大网上游戏应用商店 也是伊朗首架电子商务软件平台 目前至少有四千万伊朗人都在使用这一平台 由于制裁 Google的安卓应用软件等在伊朗无法使用 咖啡巴扎抓住商机 为伊朗人提供下载 购买安卓应用程序的网络平台 此外还开创了类似伊贝和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 根据世界创业者报告 咖啡巴扎的价值达两千万美元以上 目前咖啡巴扎还继续和中国公司展开合作 咖啡巴扎还吸引了一些伊朗海归 回到伊朗参加创业 咖啡巴扎目前正在开发高科技的虚拟软件和视频平台 尽管现在是在美国最严厉的制裁之下 但伊朗的互联网仍然迅速发展 随之而带动的是像咖啡宝灶这样的